好在我们进行继续往下绑定之前 给大家介绍一个add-on 免费的add-on 不过这个已经这个add-on不是blender内建的 他不是已经内建在里面的add-on 这个add-on可以上网搜寻 PhoneLayerManager blender 然后 我们这里 PhoneLayerManager 第1个就是 这是一个script在garment上 上网上有下载 这是可以免费 使用啊 当然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赞助 写script脚本的人 好 然后下载之后他是一个RAR或ZIP档我们在add-on 这里按install 安装去找到安装档 安装 安装后他就会像这样出现在这我们就把它打开 启动 好这里 我们的 PhoneLayerManager 就在这里我们按在选到骨头模式下我们就可以启动 他这里是什么呢 跟鸡蛋的案例一样之前我们鸡蛋后来在管理我们的骨头的时候我们在layer这边我们就要记说 我们的骨头放在哪里啊要怎么使用 不太方便 这样的话这里 BoneLayerManager他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做命名 而且在我们要选取我们里面所有的骨头啊 锁定 就可以在这边使用 这样我们就比较 可以 做更多的控制 而且这里看起来很多我们可以 还有empty我们就可以只有 有骨头的layer才会显示 好 这是关于这个 add-on的介绍 然后之后的印 这里的之后的使用 就一阶 的案例中我们就一路 边做边 学着使用 好